从打假到涉嫌敲诈勒索 网红铁头承恶扬扇 下乘铁头被抓 8月27日晚 浙江省杭州滨江公安通报 对董某某网名铁头 等人以涉嫌敲诈勒索罪 依法立案侦查 目前董某某等人 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通报称 2024年5月 董某某 薛某 许某某等人经合谋 以报黑料相威胁 向某带货主播索要数百克黄金 并许诺交付后将提供保护 经多次交涉后获得 该主播向其指定账户转账的大额钱款 铁头曾因在靖国神社石柱上涂鸦 引发社会关注 据多家媒体报道 6月1日 有行人报警称 位于日本东京的靖国神社的石柱被人涂鸦 经警方现场确认 靖国神社入口附近 刻有靖国神社四个字的石柱上 被人用红色喷漆写了英文的 推理厕所 意思 当天下午 铁头发布视频表示 自己在靖国神社的石柱子上撒尿 并用红色刺喷漆涂鸦上 推理厕所 随后在6月3日举行的 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外媒记者 中方对中国公民在海外的行为 有何看法的提问时表示 希望再次提醒在外国的中国公民 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理性的表达诉求 2024年初 铁头在其抖音直播时 自爆涉黄经历 引发网友关注和抵制 他提及 我还找了两个 1800元 你们想不想听 想听的话把赞点到20万 咱89年前的事情了 我现在说出来不行了 已经过了追溯期了 对此 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 官方微博 北京12345回复网友说 会何时交办 成都市110热线人员 回复相关咨询群众时也表示 会何时处理 而后铁头在抖音 快手 微博等多个平台上的账号 均被封禁 而此前一个多星期 铁头因举报杭州滨江区 一里发电 又到充值7000元 而登上多个社交平台热搜 他要求退一赔三 而商户紧退7000元 被封禁后 铁头曾通过铁头微小号 针对封禁仪式发布视频回应 称如果是永久封禁 不能再出现在互联网中 在生活中打击消费欺诈 虚假宣传 在45周岁之前不会停的 据酒派新闻此前报道 铁头出生于浙江省州山市 代山县一个渔村 父母做些小生意 高考后 铁头去了一所大砖学习韩语 上学期间 他便开游戏工作室 打金币赚钱 2017年 铁头开始做老板私人助理 5年后辞职 去姐姐的电商公司帮忙 接触到直播行业 2023年3月 铁头开始尝试做短视频 2023年8月 铁头发布一系列视频称 杭州新东方违规补课 在视频中 铁头以个人名义咨询 能否在杭州新东方 补习出高中文化课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他向辖区派出所报警 并将其举报至 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 教育局 据吉姆新闻 新东方在杭州所有的校区 从8月7日下午开始暂停课程 2023年11月20日 浙江省行政处罚结果信息 公开网站一份处罚结果显示 杭州学士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关禄第五分公司 下称学士教育公司 在拱树区绿地运河商务中心 实施了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举办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行为 并处违法所的一倍罚款 即罚款人民币15.3万余元 据记者数据 学士教育公司受益人为余敏红 由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全额控股 此后 铁头在直播时 又瞄准了新东方旗下直播间东方甄选 并说故事是要钱的 你那份产品50块钱 故事可能就要40块钱 过期的毒鸡汤 听完以后觉得你提升了文化 毛都不是 对此 东方甄选在微博回应称 某网络主播假借打假之名 已经发布律师函 并将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1月4日 铁头又发布视频 手持致欠函 向东方甄选和董宇辉致欠 事实上 铁头多年前 曾因开设赌场罪和非法拘禁罪被判刑 经多方核实 铁头原名董光明 中国裁判文书网 于2015年11月 发布了由湖南省郑州市中级法院 做出的刑事裁定书 裁定书显示 董光明 男 汉族 1987年12月出生 浙江省戴山县人 大专文化 无业 2014年4月20日 因涉嫌犯开设赌场罪 被刑事拘留 同年5月16日被驱保候审 2014年11月21日 因涉嫌犯非法拘禁罪 被刑事拘留 同年12月26日被驱保候审 2015年1月26日被逮捕 裁定书称 2013年6 7月份 董光明 王某商定共同出资 利用互联网开设赌场 在网络上建立了一个 名为66低调群的QQ群 聘请王某 邹某 程某 军令案处理 等工作人员 帮其负责接受投注 统分等工作 从2013年7月至8月 先后组织李某 陈甲 陈乙 戴某商等人进入66低调群 由董光明 王某与上述人员 采取斗牛的方式进行赌博 共接受李某 陈甲 陈乙 戴某商等人 投注款310万元 从中非法获利70万元 董光明 王某各分得30万元和40万元 2014年2月 66低调群 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封后 董光明用QQ注册了 九乐牛牛群和九乐卢子群 继续开设赌场 并聘请王某 陈炳 陈丁 陈某朝 陈某杰 李甲等人员 帮其接单合同分 自2014年2月至4月间 先后组织戴某祥 林某等人 进群利用斗牛等方式进行赌博 共非法接受上述参赌人员 投注款29万余元 裁定书还提及 2014年9月 董光明多次向王某 索取合伙开设赌场期间的 债务未果后 在一次吃饭时 将此事告知了其朋友风拐 另案处理 风拐对董光明讲 如果王某不还钱 可以将王某带至某地方 采取殴打等办法 迫使王某还钱 并表示其可以帮董光明 向王某追债 同年9月28日12时许 董光明与王某商定一起吃饭后 便拨打风拐电话 请其帮忙 而后 风拐等人驾驶轿轿 将董光明与王某 搭载至贵阳县一饭店 董光明在该饭店一包厢内 向王某追讨债务 双方为此发生争执 随后 风拐等人冲进该包厢 对王某进行殴打 威逼其偿还欠款 并不准其离开该饭店 当日时期时许 王某通过其好友吴某文 转账三万元 至风拐等人提供的 户名为郭某朱的银行账户后 董光明 风拐等人 送至吴广高铁 陈州西站时才得以脱身 法院最终认定 董光明犯开设赌场罪 非法拘禁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四万元 由陈州中院发布 于简刑裁定书称 执行机关湖南省贵阳监狱 于2016年12月13日 提出简刑建议书 提醒对董光明 减去有期徒刑一年 执行机关湖南省贵阳监狱提出 董光明在刑罚执行期间 能认罪扶法 服从管教 认罪毁罪 深刻反省自己的罪行 自觉接受改造 认真遵守兼规 积极参加三课教育 考试成绩优良 劳动积极肯干 能服从劳动安排 据此 认定该犯却有悔改表现 刑期自2015年1月26日起 至2017年5月23日 对于开设赌场 和非法拘禁判刑的经历 铁头曾在接受 九派新闻采访时提及 我从小到大 经历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了 他们说的有真有假 不管怎么说 这些都过去了 我只能说 我做的事情合法也好 不合法也好 我都付出了代价